大家好,我是時光報的Gable,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一週標示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希望你看完之後給個讚 以及介紹多些朋友來看我們 藍寶石水晶玻璃Sulfite Crystal這個名字我們常常聽到 因為它是用來做我們的標面和標底蓋 方便我們可以看到我們機械機芯的運作 但原來藍寶石水晶玻璃是一種非常堅硬的物料 在地球上僅次於鑽石第二硬的物料 在摩士堅硬度級別是第九級,而鑽石是第十級 藍寶石水晶玻璃還可以用人工去培植 可以在實驗室內生產 而藍寶石水晶玻璃除了可以做標面和標底蓋之外 原來還可以做標殼 今年的頭兩個月就已經有三款 分別用藍寶石水晶玻璃做標殼的換標推出了 讓我來看看它們有多特別 第一隻碗標是MB&F的Horological Machine No.9 在看上去這隻碗標是非常前衛 好像一隻太空船一樣 它是擁有左右兩邊兩個平衡擺輪的 中間用一個差速器去連接 把兩個平衡擺輪的轉速是平均 然後引進機械組件的齒輪 再去顯示時間 整個機械機芯的結構都是很特別的 所以放在一個完全透明的藍寶石水晶玻璃 就可以讓我們欣賞到這個機芯達出之處 這個碗標總共是有四個Warship 有兩個紅金 分別有黑色和藍色的點絕 另外兩個就是白金 它裡面有紫色和紅色的點絕 這個碗標的設計靈感是來自上世紀四五十年代 一些汽車和飛機流線型動力殼設計的靈感 四款碗標都是限量五隻 定價是港幣343萬9千元 第二款就是Gerard Perigl Quorsa Infrared Gerard Perigl G-PAR 最有名的是三橋拓斐倫 一般來說橋都是用金來造的 今次他們用了藍寶石水晶玻璃做這些橋板 因為它的全透明 所以要在不同的光线节射底下,我们才可以看清楚那些桥板 这碗标在六点钟位置有一个陀飞轮 和十二点钟位置有一个微型摆拖和发条骨 整个碗标放在一个保石水晶玻璃的一个标壳 用了二百多个小时的时间去切割打磨完成 六点钟位置的陀飞轮有79个零部件 只是从0.25克 这碗标是一只独一无二的碗标 是为了庆祝农历新年而设计制造的 所以只是在香港的帖子才可以看到 它的定价是港币246万 第三款碗标是Hubro Big Ben To Beyond Automatic Orange Sulfur 大部分我们看到的蓝宝石水晶玻璃都是透明的 而Hubro今次制作这一只 是用了一个橙色蓝宝石水晶玻璃 给我们感觉很年轻的感觉 还配上一条橙色的标带 原来在我们制作这个蓝宝石水晶玻璃的过程里面 如果我们加入不同的物料 就可以有不同的颜色 如果我们加入钛金属和铁 就可以得到蓝色 如果加入Cromium 就可以得到红色的Saphire Crystal 这个碗标的机身是以全扭胸的设计 在6点钟位置有一个1分钟的陀飞轮 12点钟位置有一个微型的摆驼 是22k白金的 它后面就是一个发条股 可以提供72小时的动力储备 这个碗标可以防水30米 定价是127万1千元 限量50只 我们看三款用Saphire Crystal做标学的碗标 发觉它们虽然非常漂亮 而且真的比别人觉得 驚为天人的感觉 不过它们的价钱真的相当贵 不是一般标米可以支付的 究竟蓝宝石水晶玻璃 如何成为制标的其中一个物料 原来在早年 无论是怀标或碗标也好 它们的标面都是用矿物玻璃来做的 矿物玻璃就是最平凡的 好像我们窗满的玻璃 它的制作成本很便宜 不过它们很容易碎裂 而且它的透视度不是很高 所以早期的怀标和碗标 都需要另外再加一些设备去保护标面 例如像一个Hunter Case的金属标壳 又或者在本标年代的上面 加了一些金属的網 或者是金属的条巴 它立即发明了reversal的标壳 将标面反转了向后面 那就没那么容易碎裂 去到1930年的时候 就开始出现有这个 阿卡力纤维的标面 就是我们所说的Pixi Gas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塑料标面 所以它不容易打碎 透明度相对亦都比较高 如果刮花了的话 亦都可以打磨 不过它的问题 就是它对于温度的敏感度很高 很容易冷缩热障 所以就不适宜去做一些潜水标 因为它漏水 而这个蓝宝石水晶玻璃 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成为标面的物料 原来在1930年的时候 立即就开始用蓝宝石水晶玻璃 而去到1960年的时候 Omega也开始采用 至于努力士 它们第一次用蓝宝石水晶玻璃 应该就是在他们的Oysterquartz 石英碗标上面 1970年才放蓝宝石水晶玻璃 它们的submariner系列 就是去到1981年 就转蓝宝石水晶玻璃 蓝宝石水晶玻璃既然这么坚硬 和不容易刮花 它就可以帮助碗标 做到一些极致的防水功能 例如好像2012年的时候 努力士有一只叫做DEEP SEA CHALLENGE的概念标 它的防水度是去到12000m 去到12000m的水深 压力自然是非常之大 是达到13.6噸的压力 等于6部SUV DEEP 要抵受这么大的压力 努力士就用了一块14.3毫米厚的sulfide crystal 加上它那个非常之强大的标殼 才可以抵受这个压力 Sulfide crystal用在碗标表面和标底 已经有接近50年的历史 但是用在做标殼 都仍是近10年左右的市 其中一只最早用Sulfide crystal做标殼的碗标 应该是Richard Mill 在2012年推出的RM56 So far to beyond 3 seconds 这个碗标听的名字都知道 非常之复杂 它有陀菲伦 也有追踪的计时 那么机芯本身就是非常之精密的设计 用了很多高科技的技术和物料 它放在一个全透明的南保石水晶玻璃的标殼里面 是完全展示到它这种高科技机芯 应有的一个状态 给人家的感觉是非常非常之突出的 而南保石水晶玻璃的标殼 也是非常之难去打磨切割 是需要超过1000个小时 才可以切割打磨完成 而那个waste stage 也是相当高 因为南保石水晶玻璃既然是硬的 但是它也是容易碎裂的 在切割打磨的过程之中 一不小心就会令到整个标殼是碎裂了 要从头来过 这款标只限了10个 而它的定价也相当高 是1565万港币 另外一种我觉得非常之突出的 南保石水晶玻璃的碗标 是2017年 Jacob & Cole launched的Astronomia Fraudless 它里面有一个三轴的陀菲伦 和一个2.23卡拉的黄转 代表太阳 1卡拉的白转代表月亮 和18K级红金的地球群 而它们的时分针放在右手边 都是用一块sulfide crystal的disk 来显示时间 这块disk也需要280个小时 才可以切割打磨完成 而整个标殼是需要37个星期 才可以完成 所以这款换标 它只是限量9个 和定价是775万 南保石水晶玻璃 除了可以做标殼之外 原来它还有其他的设计的創作空间 例如好像在2018年的时候 卡地亚就推出了一款叫做 revelation the uni panther 大家都知道卡地亚是很出名做炮的珠寶 或者是换标 但大部分都是用珠寶霜 或者是雕刻的技术 但今次卡地亚就用了一个很特别的专利技术 它在标面上面 用一些隐形的南保石水晶玻璃 做了一个炮头设计 然后再加了有900多粒很小微的金珠 在里面是有一些砖利液体 令到那些珠可以浮动 这个砖利液体受到温度的影响 也不会揮发的 当我们慢慢地摇动标盘的时候 这些珠就会跌到设计好的南保石水晶玻璃的炮仰 然后就显示了一个炮头的一个花纹出来 这个整个的效果是非常之 amazing 亦都可以看到卡地亚的创作的意念 非常非常之突出 好了,今星期的一周标示时间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